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毕竟的第一天 早上一起来 我们先接着弥撒 跟耶稣跟整个教会一起赞美 天主那么爱我们 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礼物 我们要等着 今天的福音又是叫我们等着 那些等着的人是有福的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等着 等着主人来 一方面是指我们人的生命 一生等着最后跟天主相遇 但是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等着 等着耶稣来 天主随时给我们说话 在不同的机会 借着不同的人走进我们 我们的心要等着 就像现在 今天一开始 天主又要给我们说话 圣宝斯高 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魔鬼诱惑我们的时候 常常让我们相信两件事 第一件事 做一个基督徒 做天主的孩子 也没什么意思 守这个规矩 守那个规矩 只是多了一些束缚 接下来呢 让我们远离天主 这是第一个诱惑 第二个诱惑呢 我们有的是时间 非要现在改变呀 将来再说吧 有的时候神父讲道理 或者学习 毕竟我们就觉得 这些还不急 我明白了 以后再说吧 现在好多事情顾不上 等上了年纪 等退休以后 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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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再说 魔鬼诱惑我们 叫我们等着 说这个等着 不是等着耶稣来 盼着天主来 而是 拖延着世界 这里让我想起 小德兰说的一句话 他说 人的生命 短暂一时 我只有一天 可以爱 我没有别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生命充满了爱 对于他来说 他没有等着 没有推迟 我就有一天 可以爱 什么意思呢 昨天的过去了 那时候我不懂事 那时候我不认识天主 我再也追不回来 明天 谁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我就有今天可以爱 我要好好的爱 怀着爱 做好今天的每一件事 其实这就是 平常我们常说的 活在当下 我们的诱惑 常常是活在过去 或者未来 为过去而惋惜 昨天什么事没做好 看这些年都干什么了 怎么我就这么笨 神父在讲道理 或者我们自己 没事了 在想的时候 总是为 昨天的事 过去而懊恼 其实过去 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 做得好 也没有必要骄傲 感恩 天主谢谢你 如果没有做好 求天主宽恕 求别人也宽恕 我们自己也原谅 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生气 是因为我们骄傲 我怎么这样 我怎么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其实我们每个人 就是软弱的 就是有这些毛病 有这些缺点 天主爱我们是白白的 不是因为我们多好 才爱我们 所以 把过去交在天主手中 这一将来 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到这儿 明天还有没有 不知道 有一个孩子 有一次 非要参加学习 本来身体不好 住院 结果家人 结果家人说 你要去参加学习 那这个病厉害了 怎么办 他说 我就是死 我也要去 我需要耶稣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后来没办法 出院 就参加学习 我对他的印象 并不是 一开始 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 但是只是注意到 有一个孩子 总是最后来 吃到 等大家都开始祈祷了 可能神父讲了道理 他才来 等吃过早饭 上课了 上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 他才来 这是第一个印象 这个孩子怎么老吃到 第二个 是 一开始 这么多孩子学习 这个孩子 总是 零生体 零生体的不多 好多 等着要半高节以后 从第一天 为数不多的 孩子们当中 零生体的孩子 他就在离别 后来一两天以后 我就问 为什么这个孩子 老迟到 是怎么回事 别人告诉我 说 他刚从医院回来 需要 可能早上起不来 或者需要吃特殊的饭 给他准备一点 哦 我说那好好照顾他 这么大的勇气 每天给他加个鸡蛋 让他吃好 结果到第三天 第四天 有半天没来 随后就有人说 神父他病了 说怎么样 已经昏迷了 我说赶紧送医院 等把他 我过去以后 已经抬上车 基本上眼睛就不再睁了 我祝福了他 然后说 赶紧去医院吧 后来几个小时以后 通知我 已经去世了 就这样的 他渴望天主 谁劝在医院 他也不待了 他等着跟耶稣相遇 最后的准备 是这样 在学习的时候 每天另声提 每天听道理 我有好几张 无意中照的相片 听道理的时候 孩子们 有的低着头 有的在搞小动作 他呢 瞪着眼 一双大眼睛 渴望着天主 能看出来 从他的眼神 多么美 要不晓得了 说 我只有一天 我的生命就这么短 所以我要去爱 明天不属于我们 有的时候 我们想六十岁以后 什么都放下了 我再怎么样吧 昨天过去了 不在我们手中 明天也不一定来 就今天 就今天 好好抓住 就现在 该做每一件事 做好 或者爱去做 魔鬼的诱惑 就是让我们 活在过去 或将来 而不要现在 现在讲道理 现在祈祷 现在休息 我想着别的事 翻来覆去 我的心不静 结果 什么都耽误了 几天以后 你会说 这几天的心 都一点没静下来 老想着别的事了 这几天又过去了 没有做好 所以一定不要 伤魔鬼的当 我们要等着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等着耶稣 做好每一件事 怀着爱 第二点我想 伯德鲁问耶稣 说 主你讲这些话 是为我们讲的 还是为大家讲的呢 伯德鲁是一个牧人 宗徒指掌 他代表宗徒们 你是讲给我们的呀 还是讲给大家的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随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谁是那个忠信而精明的管家 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管理的一切都很好 还是 只顾吃喝酗酒 殴打男女仆人 在想不到的时候 主人来了 谁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回答伯德鲁的问题 这些话是给宗徒们讲的呢 还是给大家的讲的呢 我想是特别跟这些负责任的讲的 今天我们神父们 我们有一些责任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老师的 我们做哥哥姐姐的 耶稣说一个管家 主人委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务 等主人来的时候 你什么都做得很好 还是你只顾自己吃喝 别的事没管 我们每天怎么样尽好自己的责任 神父们 我们可以反省天主 召我们 每天我是回应天主的召叫 去为人们服务 像耶稣那样 在群众中间 每天祈求有更大的热忱 去走进人们 把救恩带给他们 把他们吸引到耶稣这里来 每个做父母的同样 我的孩子在哪 将来耶稣来的时候 为我 他给了我这一切 甚至我的财产 我是怎么管理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是我的 犹太人从来不这样 认为孩子是我生的 犹太人说什么 孩子是我接受的 你看 他们是天主拣选的民族 他们会说 孩子我们接受了三个孩子 我们就觉得 是我们的能力 生了他们 我们的能力 养大了他们 孩子是我们的 这样的态度 首先就没有感恩 我们是从天主手中 接受的 包括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事业 包括我们的健康 什么都是我们接受的 你是怎么用的 怎么好好的用它来 去服务别人 我们只是管家 所以今天 耶稣给我们说这些话 让我们谦卑 在天主面前感恩 然后也祈求他 帮助我好好的用 按照天主喜欢的样子 用他给我的一切 将来我好去交账 因为我不是主人 我是暂时租用的 白租的 白白给的 求耶稣 帮助我们 总之 好好地等着 在每天 做好 该做的每一件事 怀着最大的爱 阿们 好